大家好 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下午的發達廣場環節 呼籲一下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易洩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先和大家看看旗子猜猜猜的遊戲結果 在螢光幕上見到競猜日期在2012年9月17日 而收視的點數在20714點 恭喜以下三位得獎者 而三位得獎者都可以留意 就是本公司會以電話的形式 通知你們去就近的分行令獎 回到我們的直播環節 介紹一下身邊的嘉溫 他就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止喜先生在旁邊的 Harry 你好 你好 我是Janette 不如看看下午回來講過表現 今天恆生指數是低開35點 其後你見到都是紮幅增持 上下波幅都不及100點 都可以說是非常悶 而港股方面 下午回來最新跌17點 報20640點 成交額方面去到248億 而國企指數最新來講 都是要跌的 跌60點 報9720點 其指方面 物跌30點 報20684點 高水是46點 成交量方面有33100多張 Harry 不如談談事 今天來講波幅都很少 有波幅就沒有升幅 我先問你 港股來講 之前都在談 受惠QE3方面有個利好消息帶動 似乎只升一天 那一天來講 就升成500多點 但之後 都見你的升勢來講 都比較疲弱 似乎有什麼因素都拖累港股表現 我們看到今天港股的情況 波幅不足夠100點的時候 其實都好像回歸到之前的一個悶事當中 但如果你看看外圍的因素 其實已經是支持到港股 其實是持續向上的 以看本身的QE的力度 再加上歐洲方面 已經推出一些OMT的買債措施 這方面對於港股來說 其實那個市底 或者資金的信心 其實都會回來 今天其實港股 你會見到 就是不是那麼多成交 看到成交縮了的時候 主要是由於缺乏一些消息 再加上就是說 剛才Janet說到 其實A股的表現 都拖累港股自己本身的升勢 以現階段來說 就是從技術上的分析 在圖上都見到 我畫了兩條橙色線 就是上星期五的一個上升的裂口 投資者可以先看 裂口的頂部 大概是二萬零五百點 作為一個初步的支持 如果你說二萬零五百點 是守不到的話 大有機會回補這個裂口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比較中線 可能是一個多兩個月的看法 我覺得回補這個裂口的時候 其實技術上是一個支持 也可以支持整個股市向上 特別是看到QE 就算推出也好 其實效果又或者是 經濟的效果 就是推低失業率 又或者是創造更多的職位 甚至在工業生產方面 也有個提振的時候 要及後一些時間 效果才出來 到時我仍然會維持上望二萬一千點 這個中線的目標 你說如果二萬一千點再往上 好視乎究竟A股幾時會見底回升 好 見到就是內地股市方面 最新來說 上證指數下跌13點至2065點 今天高位是2071點 而低位在2059點 互相300指數 最新下跌14點至2244點 深淨城市方面下跌51點至8432點 好 之後說完港股方面的情況 不如跟進一下沽空的情況 先看看就是港股半日沽空的情況 見到主板成交有243億左右 而沽空金額到15.5億 看到第一位是港交所 編號388 沽空金額涉及7513萬元 佔總額有18%左右 而佔股份成交接近半成 而安石A50在第二位 編號223 見到沽空額有6755萬 佔總額有16.2% 佔股份成交有4.4%左右 第三位是惠空 編號5號 見到沽空額有6726萬元 佔總額有9.5% 而佔股份成交有超過4% Herry也和你談談就是港交所方面的情況 昨天這次來說真的很帥 升到$120水平的樓上 加上有大行搶好去 又有些新產品發行 問問你先 今天都跌下來了 跌了2% 是否升不上820水平 我們見到港交所 今天都是成為半日沽空榜首位 正如我昨天收市的時候 亦都說過港交所這隻股份 我自己一向都看得偏淡 近來那個升勢 其實主要是一個短炒的作用 炒港股的成交 亦都有顯著回升 你見到今天其實成交縮了的時候 港交所亦都很自然成為一個沽空的對象 以看回本身港交所的基本因素 見到這麼多隻 可能說一個比較大隻少少的IPO 亦都沒有來到香港上市 再加上現在見到 就是說本身港交所收購LME方面 其實都需要額外的資金 市場其實一直都會 怕會不會進行一些集資的活動 或者配股的活動 這方面其實投資者看回 港交所這隻股份的時候 不應該看得太樂觀 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就算你說買的話 維持我的意見 都是大概要去112元這些位置 才會較為抵入 現階段來說 投資者都可能要觀望這隻股票 今天第二隻在沽空榜來說 見到就是223 最新來說 跌超過1% 報9.29 之後第三位 就是匯控 匯控方面 股價達到73.25 跌至2毫指 家庭股眾都可以留意 好 謝謝Harry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想跟大家跟進 最新出爐的iPhone5 究竟有什麼月費 或者哪家公司做得好些 都是鬥便宜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都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 有事想問我們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 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email給我們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都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了